著名电视艺人欧阳振华于2月12号 据报因禁食过急导致食物禁错管道 而引发急性肺炎而昏迷送院 连日来要在香港湾仔的绿敦治医院深切治疗部留医 欧阳振华的太太傅杰贤和经纪人Lydia连日来到医院探望 相比起丈夫刚出世时神情哀伤 傅杰贤明显已经放下心头大使 只是面对媒体时依旧一言不发 一切发言全部留给经纪人 对于有传欧阳振华怀疑因喝酒过度而出事 经纪人一概否认 14号情人节当天 傅杰贤和经纪人如常探望欧阳振华 不过逗留的时间明显较长 傅杰贤摆出OK手势 表示丈夫情况转好 要带医生诊断后才能决定可否转到普通病房 他更在微博上载与欧阳振华的甜蜜照片 朱远老公早日康复 回到自己身边 而经纪人透露欧阳振华笑颜觉得住院舒服 并表示医务人员待他很好 恢复得很快 虽然都未100% 可不可以下床呢 快的了 因为医生说一路一路帮他拔一些东西 希望他下床移动一下 未来会吃东西 有没有说最想吃什么呢 他说最想冲的浴 最想冲的浴 没下床所以没冲的浴 最快可以几时 真的不用再吊炎 不用再吃东西 医生说快的 因为逐步逐步 因为医生不能只take care他一个 他们有很多东西做 已经有很多东西帮我们安排好 尽量快点去安排 医生刚才讲解说快 会跟你拔一些喉 让他下床自己移动一下 因为如果让你快去床移动 你睡几天你自己也多失骨痛 他自己也想移动一点点 但他现在有没有说身体上有什么状况 觉得有点不妥或是很不舒服 也还有点的 还有一点未未100%开服 但医生都说他很快 平时可能底子都算好 最后视频娱乐播报香港报道